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商品标题要怎么下 商品标题我们刚刚有提到 其实标题主要是由多个关键词来组成 那一个关键词呢 它这边是由30个中文字的一个栏位 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个自由搭配 那通常关键词我们这边虽然广义上来讲究关键词 但其实我们这边可以细分为基词和属性词 基词呢这边又是重中之重 我们主要呢要先选择适合的基词 然后再去搭配这个商品其他相关的属性词 我们这边才会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关键词